一頭烏黑秀髮搭上甜美笑容 紐澤西30歲亞裔女子羅倫拍照留念 不過誰也沒想到一次和朋友出遊後 她就這樣人間蒸發 警方和親友大規模搜索 至今羅倫失蹤三個月人一無所獲 而她當時正好和一群朋友 以及前男友一起度假 根據朋友的說法 她疑似心情不好 獨自離開他們留宿的Airbnb 羅倫的夢想是當個 甜點師現在姊妹的IG還留著她自製蛋糕的照片 而她離奇消失也讓好友非常震驚 案件宛如轟動全美的百萬網紅翻版 網紅裴蒂托最後見面破案關鍵人物 未婚夫勞德里依舊不見蹤影 她明明有和家人一起前往露營地 姐姐卻在接受訪問時否認 究竟為什麼要說謊 警方正想辦法突破新房 讓案件能夠水落石出 TVBS新聞做不到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